作为人类最强大的金色战士 在面对最终的魔王时 却束手无策 而这并不是因为男人不够强大 只因他被系统摆了一刀 更让他崩溃的是 他重生成了最低级的魔族战士 魔族女王更是缠他身子 而他家里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人族公主 等他回去去 他气得对着系统就是一顿薄翠输出 当低级魔族的第一天 男人就非常的想死 只因他重生时出现了bug 系统为了弥补过错 许诺他再死一次就能重生成人 但自杀不算 他在灼死的路上 一不小心就成了魔族的王者 更是获得了SSS回溯被动技能 每分钟回血十万年 气得他跑到酒吧买醉麻痹自己 男人名叫沙风辽 作为人类最强战士 出征最强SSS及魔王卧枪宝拉前 他向青梅竹马保证 当他凯旋而归时 就是他们的大婚之日 在他的代理下 人类最强军团与魔王卧枪宝拉 展开了生死大战 这是千年来人类首次有望夺回失去的领地 可惜他们最终一败徒弟 在他生命只剩两分钟之际 系统念他对人族做出过重大贡献 决定给他一次重生的机会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重生 下一秒 一个声音就在他耳边响起 快醒醒 别睡了 他们的军队就要过来 男人立马起身哈哈大笑起来 该死的魔王 还想淡掉我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随即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他发现自己竟然站在魔人堆里 所有人都掉着眼看向他 蓝色公会已经逼近 再不逃就来不及了 男人文言彻底凌乱了 这老东西是在对自己说话吗 接着他就看向镜子里的自己 头上竟然长着两只小小的脚 他的脸都惊到变形 我特马怎么变成魔族了 狗系统 你给我滚出来 不是人族之光吗 不是重生吗 家里的漂亮老婆还等我回去取 你现在给我整个是哪出 周围的同伴觉得他是心疯了 系统很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非常不好意思 你重生的时候出现了bug 什么鬼 要的是解决 那个很抱歉 解决不了 男人直接就要把他捏碎 表示要投诉他 这售后也太差了 为了平息男人的怒骨 系统给出的方案 就是再给他一次重生的机会 只要他再次被杀 就能以人族的身份重生 前提是不能自杀 传达完信息他就消失了 就在这时 一个地级魔法师说 感知到蓝色宫会来的有12人 而他们这群人里 除了毕家的殿下外 其他人完全不是对手 必须赶紧从逃生通道逃跑 被抓住的话 可是会被抽筋包皮的 男人文言立马两眼放光 自己现在是恶魔 让人族杀了不就能重生了 他立马朝着人族的通道走去 所有人都觉得他脑子净水了 为了计划能完美实施 他立马开始装了起来 呵呵呵 朵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一个人去拖住人类 你们就能逃跑了 就在他以为要得偿所愿时 在他面前头顶出现一个魔法阵 从里面掉出大量的石头 瞬间就将通道入口里死死了 他彻底猛低了 出手的竟是魔尊之女柳兵营 还说一个都不能少 更何况他们还是青梅竹马 男人气得青筋直冒 这小娘皮是要阻止他重生啊 谁都不能阻止他重生 他直接挥动拳头向石头砸去 但现实给了他一记狠狠的耳光 石头纹丝未动 真是个多管闲事的蠢女人 此时他的拳头巨头 柳兵一文言有些不可置信 这家伙竟然骂他蠢女人 你这家伙竟敢亵渎殿下 喂 不要小看一个男人牺牲的决心 柳兵一觉得自己以前肯定是眼下了 怎么就没有发现他如此有男人味 人族有什么可怕 身为魔族却躲躲闪闪 请让我有尊严的死去吧 他的话让众人大受震撼 柳兵一更是感动到哭 转身离去时都有些恋恋不识 放飞自我的男人 很快就来到人类聚集地 来吧 宝贝们 是男人就来扛我9999刀 人的文言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 纷纷冲向他 男人则视若无睹 更是露出一脸期待的表情 重生吧 重生吧 人族我就要回来了 但下一秒 大量的箭矢就摄像冲向他的人 男人都识化了 竟是他的魔族同伴 他的骚操作激活了魔族的情绪高昂状态 不仅提高了战力 甚至还触发了永久提高等级 男人都晕死了 原来在魔尊死后 人族就不停地侵诈我们土地 因为不反抗 渐渐的血性被磨灭 都认为自己是个弱者 男人还在猛逼中 老头一把拍在他肩上 这次算你说的不错 而今天就是魔族反抗的时候 人族见状都麻了 马萨卡 这帮魔族不会被自己亮剑了 柳兵仪也净化成了一级 人类彻底破坏 哪个杀千刀的说他们最高臂级 这可是越级差距 下一步 柳兵仪就在空中凝聚出一颗巨大的球体 更是传出隆隆的响声 竟是他的大招 星天火审判 这招过后 只在地面留下一个大坑 剩极一时的蓝色弓会死的连渣都不剩 男人的脸彻底跑了下来 哇 不但没死成 还升级了 此时男人的心态就是 当低级魔物的第一天 想死 此时魔都霍家府邸内 一个魔族正在恭敬地汇报着 什么 你说吊桥计划失败了 开口的是持有三大魔令之一的魔丞相枪而走 他们算盘打得很好 等柳兵仪被蓝色弓会包围住陷入绝境时 再由吴君公子带着魔族士兵前去救家 让他在殿下面前展现无与伦比的男子汉气概 最后踩着人族的尸体将柳兵仪拥入怀中 从而在吊桥效应下 让殿下爱上吴君公子 但谁又知道他们竟然激活了高昂状态 团灭了蓝色工会 据说还激起了女王之力 他们的计划彻底被打乱了 接下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此时坐着的人开口 君权都在吴之手里 竟是魔将霍案 也是三大魔令持有人之一 以他现在的权利 明天直接在朝堂上逼他嫁给自己 他看谁敢反驳 今日就召回吴尔 明日领兵上朝提亲 他早就说过那个什么狗屁吊桥效应不靠 与此同时 柳兵仪已经美美地洗上了花瓣子 接着就将侍女召了过来 一会把小干带过来 我要好好地嘉奖他 侍女文言顿时响入飞飞 感叹殿下真会玩 殿下我懂 我这就去 柳兵仪不知道他为何会这么兴奋 画面一转 男人正坐在一个楼梯口喝闷酒 系统提示他技能还没有选取 点数也还没有分配 男人文言顿时火大 谁他们要要分配了 分配了不就更难死了 他顿时思考起来 自己现在是地级 应该很好死 可这里离人类太远 得想个办法让谁来杀自己 就在这时 侍女赶到了 小干 小干 殿下找你过去 男人顿时灵机一动 那个 老妹 你过来了 快 只有你能帮我了 你来弄死我 侍女顿时害羞起来 没想到这家伙平常一声不吭 喝醉后却玩得这么滑 可今天不是时候 你是殿下的 小干 可 那个干漏我 介于你这次路上的英勇表现 我特封你英勇一等功勋 从此你可以自由出入宫典 另外 特别奖励杀戮王者套装 可以助你成为真正的英雄 侍女文言都亮起了太和金狗眼 那可是上一任魔尊的圣战府 这可是殿下自己都舍不得用的 三个卧顿时把脸又垮下来 这有个毛用啊 心情低落的 他拿上东西就转身离去 两人都觉得奇怪 他竟然这么淡定 柳兵一顿时泛起了花痴 他变化真的好大呀 这也太沉稳了 等他出来时 另一个魔令拥有者正在等他 看到他手中的套装布有冷哼一声 难怪半夜将他召来 竟是将先王的神装赐给这个杂兵 不就是在逃亡途中热血了一把吗 这种封赏本应当重臣之面 以表天下 这样偷鸡摸狗毫无君主风范 板官自己一声鞠躬尽瘁 你柳兵一去视而不见 半点嘉奖不曾有 他是越想越气 这是要逼他倒向或按他们阵营吗 哪知下一秒 甘乐卧就将神装递给他 老头都被他整不回了 什么 送给我 甘乐卧心想这老头咋回事 自己一心想死 这种破玩意给他有个毛用 还不如随便找个人送出去 殿下念你这些年来一直任劳任怨 特意嘱咐我将神装送给你 请务必好好珍藏 说完就转身离去 老头立马开始反省起来 殿下呀 对不起 刚刚我那样简直就是猪狗禽兽不允 我该死 我有罪 此后必将干脑无地 甘乐卧觉得在这边杀神一性 魔物这帮人还挺团结的 看来得换个方法送死 不然他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人 而且还听说他们明天要行动 既然这样 他就多留一天 没想到竟是要逼宫提亲 这么有趣的事 他不掺和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很快就到了第二天早朝 甘乐卧没想到魔族的早朝这么磨叽 赶紧切入正体 殿下为魔尊大人守孝三年 如今殿下融回大殿 实在可喜可贺 百里外的人族大军一直蠢蠢欲动 多亏了大将军我们才一城为师 柳兵仪觉得大将军确实了不起 毕竟是三朝元老 一直领军守护着云远 确实该重重的傻 老家伙等的就是这句话 既然陛下如此诚心 老陈倒真有一个想要的 吴君 你过来 那就请殿下为吴儿赐下一桩姻缘吧 毕竟你们也算青梅竹马 柳兵一文言顿时八卦起来 三年不见 吴君有心上人了吗 可下一秒 老家伙的话将他震得外交灵难 请殿下你嫁给吴儿吴君 他没想吃瓜吃在了自己身上 请魔将不要开这种玩笑 吴君和我根本就 喜欢与否无关紧要 在大义面前 任何事都要靠边站 魔族千年从未有女子登基称帝 现在民间流言蜚语 都对云国失去了信心 就冲他这口气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国君呢 殿下登基后必定迎来洞的 倘若你嫁给吴君 就可以堵住这些人的嘴 一群人都觉得魔将说得好 他喵有道 而且吴君公子应勿不凡 白发大臣觉得这就是扯蛋 这理由也太别角了 柳兵一也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甘乐卧绝的机会来了 顿时嬉戏一笑 上前一把拉住柳兵一的手 你不要被这老表POA了 任何人都有追逐幸福的自由 柳兵一被他看得有些脸红 老表 谁给你的胆子在这里跟领导指手换了 魏明一眼就认出是昨晚送他神装的年轻人 对不起 大将军 我 老陈自问一声为云国鞠躬尽瘁 如今作为云国唯一被两任魔尊亲赐魔令 当着重臣封赏的大将军 奉劝殿下还是好好思量再回答 好家伙 这是赤果果的威胁 此时霍岸已经杀气腾腾 一个侍卫直接拉开了弓箭 大胆 你这是要逼宫吗 魏明也站了出来 霍岸 注意你的行为 霍岸呵呵一笑 军权都在我手上 我看谁敢对我出手 各位 你们都住手 将军说的对 我答应就是 甘乐卧文言不干了 谁都不能阻止他死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蠢女人 这就从了吗 你爹的帝王气概你是一点都没有继承了 这祸有什么可怕的 霍岸文言怒不可恶 混蛋 这里何时轮到呢 他话没说完 就被甘乐卧呸了一脸 这可是当众羞辱 他的怒火也被彻底点了 好意思自称三朝元老 仔细想想你的军权是谁赐予你 你现在觉得无人治女是吗 衙门里的狗 仗是欺人 被一万不说 他也是堂堂摩尊 万人之上的地位 这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盛世美人 你儿子算什么鸟 配得上他 你这什么屁话 这世上除了我 还有谁配得上 好家伙 他的怒火被甘乐卧几句就被转移了 甘乐卧立马开始凹躁性 一副渐渐的说道 当然是我呀 不瞒你说 不弄死自己 此时有两人表情特别精彩 人群也纷纷议论起来 他们以前都不知道甘乐卧这好人 柳冰仪则自我感动 为了我 他竟能做到这种地位 霍岸则浑身颤抖 从牙缝里挤出一道声音 你这是想死 来来来 搁这弄 柳种弄死我 当场侮辱魔将 又侮辱殿下 你也犯下死罪 那无今日就成全你 没想到霍岸一出手就是大招和灵 想要救援都来不及 甘乐卧直接被击在腹部 与别人想象的不同 此时他在笑 好亮呢 等着我 我们终于能见面了 那可是他心心念念的未婚妻了 另一股同样的巨大能量状 吴军眼神一鸣 只见甘乐卧静静的站在能量中心 并没有倒下 吴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军事魔令生效 成功阻挡一次致命伤 系统提示他 应被赐予军事魔令 等级提高40级 升级为极恶魔 成功激活被动技能 防御强化 当血条低于30%时 防御力提高5倍 反伤被攻击15次后 会自动反弹一次伤害 该伤害可暴击 殿下竟然将军事魔令交给了他 这可是魔尊一生只能动用一次的魔令 被赋予军事魔令的魔人 代表受到魔尊的彻底信任 将获得魔尊一直以来积累的经验和一次病 还将在此后担任拥有军权的将军 柳冰以此时直接进入高昂状态 我爷爷和父亲曾经将军事魔令赐予你 从此你统领三军 带领云国战士出生入死 如今我又将魔令赐予甘乐我 以后甘乐我就是右将军 将与霍岸左将军一起 红领我们整个魔军 霍岸文言都亚麻呆住 这个柳冰已很会玩啊 竟想靠一个黄毛小儿来制衡他 他倒要看看谁敢承认 谁敢参拜 可下一秒 魏明第一个出来恭喜 拜见右将军 恭喜甘将军统领三军 见有人带头 其他人纷纷跪下来参拜 甘乐我此时心中满是国粹 就像吃了翔一样难受 霍岸不可能这么老实的认输 仅凭一个魔令 的确能证明殿下对他的信任 但一个从未带兵上过战场杀敌的人 如何能忽略 想要让我分出一半军权也不是不可 除非他到仙祖魔窟走一遭 他们的仙祖是唯一的王者 只有得到他认可 才配拥有王者之力 若是他能通关仙祖魔窟 我双手奉上兵权虎服 明白的人立马跳了出来 好你的老鹰逼 那地方百年来就没有人能活得出来 你这是居心叵测 刚刚甘将军已经证明了自己 且我等听令于魔尊 你要再次抗制吗 柳兵仪也站出来反对 那个地方号称禁地 去了就是送死 也证明不了什么 甘乐我好像抓住了重点 百年来无人生还 去只有一死 或按文言 哈哈哈哈大笑 所以说你们都是一群鼠辈而已 甘乐我文言立马举手赞同 大将军说的在里 我非常同意 那什么魔窟在哪 我要去 我要去 所有人文言都一个表情 觉得自己耳朵坏掉 大约二百年前 恶魔一族遭到重大危机 柳族先祖魔尊 为保护族人牺牲自己 他将自己最后的魔源封印 在一个魔窟之中 等待着下一个 他认可的王者到来 可惜百年来 没有一个恶魔通过考验 可是要进入魔窟 至少需要两个人组成队伍 除了甘将军 还有谁敢进入 人们也这么认为 那么危险的地方 傻子才会去送死 或按冷哼一声 那应该他自己想办法 若他连一个 同去魔窟的人都找不到的话 又有什么资格管理千军万马 可下一秒 他儿子就跳了出来 表示愿意去 不按坐不住 说什么 谁让你自作主张 父亲你会觉得我不如他吗 一众手下急忙出来 劝诫他不可如此 他可是云国的未来 怎么能去冒险 或吴军也是一个骄傲的人 他明白只有得到先祖认可的人 才可以拥有王者之力 若是云国会出现一个王者 那必须是他 一众手下都被他深深折服 或老儿都无语了 自己这个儿子 怎么就这么死心眼 或家府邸妹 大管家说甘勒卧 就是一路开罐 实际没什么实力 让吴军在魔窟内 找机会干掉他 在他眼里 吴军公子才是天之骄子 怎么能让性干的 抢了公子的风头 或吴军臭美的 说自己知道怎么走 另外一边 甘勒卧的队友 也在为他做准 还叮嘱他小心 或吴军 以他狠辣自私的作风 他绝不允许 其他人比他更优秀 还说或吴军 一定会被刺他 甘勒卧文言脸 都乐开了话 被刺好了 这样自己就增加了 重生的机会 就在这时 魏明也来了 他竟是来送药的 还是云国最好的疗伤药匙 他也叮嘱甘勒卧要小心 甘勒卧头都放了 都想谢谢他们全家 这帮家伙 就是他重生最大的伴侠师 先祖魔窟广场上 甘勒卧直接将众人 送他的强效药递给 霍无军 表示都送了他 霍无军都被他这艘操作 整猛圈了 济世问他们两人 是否都准备好 柳兵一默默地祈祷 小甘 你千万不要出事 可这个时候 大家都没有想到 影响世界的魔族王者即将诞生 祭祀瞬间启动法阵 金色的光芒立刻将两人包补 下一秒 他们就出现在魔窟里 而仙族考验的副本 也正式开启 他们头顶则挂满了 会隐身的浮鬼 霍无军率先开口 不知道这洞穴里 都有什么怪物 甘勒卧想到众人 对他的叮嘱 立马张开双臂 哎呀 我现在可是毫无防备 身上就一件 普通的防御装备 防御力弱到爆 霍无军都被他搞不会了 在不清楚敌人的情况下 暴露自己 这家伙在搞什么鬼 甘勒卧一脸得逞的样子 小老弟 我后背都暴露 赶紧下手吧 但他失算了 霍无军则满脸警戒的亮出武器 下一秒 一个残影就擦着他的身体 暴射了出 一只蝙蝠就出现在他们身前 蝙蝠被一击刺杀 当才的残影竟是霍无军 甘勒卧一脸猛逼 这个傻子竟然放弃那么好的机会 但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蝙蝠 他明白了 霍无军再次召唤出一朵花 面对集结而来的蝙蝠 小花化成漫天花瓣 接着就开始疯狂接个蝙蝠群 你早就看出周围有隐身的浮鬼魂了吧 故意暴露自己的弱点来引蛇出洞 再让我这个最强恶魔给他们致命一击 别以为这样就可以追上我 甘勒卧都给他竖起大拇指 我从没有见过脑子有你这般好事 霍无军还以为甘勒卧在夸他 毫不客气的就承认了 接着他又开始疯狂的杀戮起来 甘勒卧则站在一旁看他秀 并没动手的打算 他本来的计划是暴露自己让他被刺自己 哪知霍无军尽给自己加息 脑不成他俩在一起倒退了 结果就是现在他无比的安全 霍无军不杀他 怪也不杀他 没有比这更狗血 他觉得必须把怪引过来才行 他现在可是有480点属性没有加 可该加在什么地方呢 此时他们已经来到地图最深处 甘勒卧可是一次都没有出过手 霍无军都开始怀疑起来 难道说他压根就没有实力 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就在这时 副本发出警告 他们触发了副本剧情 魔王使者的守卫者 挑战难度A级 时间20分钟 只要抵住魔王使者的围攻就算通关 魔王使者是A加级 霍无军眼神一鸣 率先展开攻击 花瓣在魔王使者身上燃起滔滔烈焰 下一秒 霍无军脸上就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火焰直接被他吸收 接着就被他释放出来 变成陨石砸向霍无军 贼疾就是一声巨响 但霍无军表面上看却是毫发无损 火焰中射出两根满是荆棘的藤条 霍无军被捆了个结结实实 魔王使者嘴里发出恐怖的笑声 霍无军都有些无语 这家伙见他处于烈士都不出声 还真是个没用的废物 自己真的高看他 甘乐卧一脸坏笑 他都不得不佩服自己聪明 将480点全加在力量上 防御是一点都没加 只要他造成足够多的伤害 就能把怪物的仇恨值拉过来 霍无军觉得他才是最巧的 看样子是准备挣脱束 下一秒藤条就四分五裂 密集的尖刺在魔王使者身上 撞击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对此他早有预料 只见他打了一个响指 电源不断的爆炸声就藏了 但可惜他连魔王使者的防都没破 只因魔王使者有一个90%的免伤技能 霍无军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原来前面说魔王使者没有弱点 是指他的防御 下一秒 一个能量环就将他套住 几名魔王使者就将他围了起来 甘乐卧觉得机会来了 直接展开偷袭 随着他的拳头越来越大 一只魔王使者直接被给杀了 另外几名魔王使者转头盯下了 他们直接放弃了霍无军 甘乐卧感觉再次吃了饭 这魔王使者也太不扛揍 进一拳就干掉 480点的力量这么猛 霍无军也有些吃惊 只是一击就打爆了魔王使者 原来如此 魔王使者的弱点竟然在背后 这就是他一直不出手的原因吗 这家伙竟然早就遇见了一切 一直隐藏实力 为的就是让最后的魔王使者攻击物 被对他暴露出弱点 甘乐卧呀 你还真有意思 甘乐卧也不负众望的成为了 魔王使者的首要攻击对象 面对虎视眈眈的魔王使者 甘乐卧嘴角扬起了笑容 毕竟一家魔王使者的攻击很高 自己现在这点防御 他们一拳就能将自己干 随即他就发出一个挑衅手势 你过来啊 眼看就要实现梦想 他都笑着迎接这一刻 下眼 魔王使者就被切成了无数款 竟是霍无军出手了 甘乐卧直接傻眼 这家伙怎么回事 怕不是上辈子被自己甩了 不然为何这么折磨他 这就是你的侧面 因为他们的弱点是在背鱼 我嘲讽你来进攻 你嘲讽我来进攻 因为对怪物的伤害极高 嘲讽效果再次转 成为所有怪物优先攻击对象 甘乐卧人都麻了 这家伙怎么能够脑补成这样 简直就是无救啊 觉得有毒 好不容易拉过来的攻击 又回到了原点 气得他大喊 你们给我回来啊 话音刚落 又一只魔王使者被他打穿了上半身 画面瞬间寂静 太好了 嘲讽再次转移 接着就开始吐舌头 你们来杀我呀 他就静静地站在那露出期待的表情 下一秒 一只冲向他的魔王使者 就被霍无军狠狠踹了一脚 血条只剩一丢丢 霍无军学着他的样子 转身就跑 有种来杀我呀 甘乐卧直接破防 喂 你们别走啊 没办法 他只能冲上去补一拳 本来就残血的魔王使者直接隔屁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只了 甘乐卧只希望他能给自己来一拳 此时魔王使者已经举起双手开始蓄力 甘乐卧一脸期待 哪只下一秒 一便抖声 魔王使者就被分支 至此魔王使者们全灭 霍无军说这种战斗策略简直无敌 他们两人的配合简直就是天衣无缝 甘乐卧再次破防 配合个灯儿啊 他都不知道自己两人怎么就稀里糊涂地把魔王使者们杀光了 霍无军说现在认可他了 是配得上未来跟他一针高下男人 就在这时 没人敢踏足这魔窟了 轰轰一声 地面开始塌陷 接着一条巨龙就出现在他们面前 我还以为魔族年轻人已经没有勇气挑战王者地位了 恭喜你们通过考核了 那么现在进行最后的挑战 你们两人只能有一人活着走出这里 现实十分钟 而活着的人将会获得王者称号和魔王的奖秘 否则你们都得死 霍无军有些怒了 这是要他们自相残杀 他可是云国的未来 绝对不能止步这里 可甘乐卧给他感觉实力深不可测 甘乐卧文言努力憋住小 天赐良机啊 这可是千载难逢被直接杀死的好机会 接着就开始脱衣服 既然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 那你快动手了 霍无军又被他整不会了 这家伙什么意思 难道是故意引诱我过去 甘乐卧知道他的想法 连忙表现出一副诚意十足的样子 放心 我现在只剩一条裤衩 你只要狠狠地给我一刀 就能获得王者称号和奖励 新一代的王者就是你 他越是这样 霍无军就越警惕 你到底有什么诡计 马上就要成功了 你却要放弃 甘乐卧文言脸皮直抽 你怎么娘不饥饥的 是男人就赶快动手 你已经获得了殿下的信任 拿到了兵权 而且你的实力不弱 普通的攻击就能击杀一家的魔王使者 如果真的和我动手 我也没有必胜你的把握 可你为什么要放弃 因为云国不能没有货家 你爹是三朝元老 为了云国鞠躬尽瘁 而你是云国未来的少年英雄 我不过是一个运气好的无名小夫 和你的命比起来不值一提 为了整个魔族 我必须死 好家伙 这波给他装到了 霍无军文言陷入了沉默 他想到了母亲对自己的叫火 总有一天你也要成为一个心怀天下的少年 无军 我们魔族只有团结起来 才能真正的强大 下一秒他就将挥出去的拳头收了起来 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辱 在他看来 甘乐卧心怀天下 为了整个魔族的未来将生死置之度外 而他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认为甘乐卧在诱杀他 两人的格局不在一个层面了 他一心只想获得王者称号 而对方想的却是魔族的未来 邪龙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劲 都过去两分钟了 这两个家伙怎么还不动手 催促他们快点动手 再不动手他亲自来 甘乐卧也是无语 喂 你快动手了 你想干什么 又想整什么妖蛾子 这家伙说 十分钟内我们如果不杀死对方 就把我们都杀了 甘乐卧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霍无军冷冷地看着巨龙 我倒有另一个法子想试试 只见他开始蓄移 紧接着大喝一声 丧花 邪龙见状眼神一鸣 只见他的皮书上发出滋滋的响声 下雨 他就被爆炸吞没 如竞感冲破结界 此时霍无军已经进入高昂状态 我们一起杀了这巨龙如何 邪龙闻研发出一阵狂笑 真是不自量力的家伙 霍无军感觉此时自己无敌 浑身充满爆炸的力量 此时的他获得了刺客属性的增幅 力量加100% 速度加200% 你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又亮剑了一个 这些家伙怎么一个个的都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复杂化 邪龙也在叙利 眼看他们就要碰撞在一起 巨大的龙溪倾泻而下 但却被霍无军挡了下来 邪龙都有些意外 霍无军再次冲向邪龙 但打出的伤害对邪龙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霍无军觉得邪龙的血条也太厚了 他再次冲向邪龙 迎接他的就是另一道龙溪 霍无军使出幻影从四面八方急速躲开 接着就给邪龙来了无数次斩击 可惜对防御变态的邪龙来说只能算是挠痒痒 他的攻击与邪龙的鳞片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当他转身时 邪龙安然无恙的盘在他身前 下一秒 霍无军就瞪大了眼睛 邪龙的尾巴就和他的脸来了个亲密接触 霍无军一下就被抽飞到甘乐卧身边 甘乐卧觉得不能让霍无军死 说不定到时候他就真成王者了 邪龙再次开始蓄力 嘴里冒出滋滋的电流声 甘乐卧毫不犹豫的挡在霍无军身前扛下所有攻击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安然重生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处求人杀了自己 可不曾想千万次都没有成功 还将最有希望的魔族大将军活活累死 就在刚刚 甘乐卧替霍无军挡下攻击后 并没有被秒杀 嘴里喷出一大口鲜血 但没关系 只要邪龙再给他来一击就行 霍无军觉得丢人丢大 又是甘乐卧帮他挡下了致命伤 他掏出一瓶能快速恢复一万点的生命药水 直接拍在甘乐卧身上 下一秒 甘乐卧的血条再次灌满 只把他气得清惊直冒 喂 你在干嘛 霍无军像没有听到似的 又掏出一堆各种药水砸向他 云之抗性加一百 恢复力加五十 防御力加五百 霍无军这个阻止他死的最大绊脚 现在甘乐卧可是Buff叠满 还不得不挤出几个字 我真是谢谢你啊 霍无军也灌了一瓶增强力量的药水 接着他就进入了高昂状态 直接攻向邪龙 邪龙的双脚发出滋滋的电流声 恶狠狠地盯着霍无军 霍无军则邪魅一笑 手里捏碎一个东西 自此一人一龙挽起了空间转移 可惜还是邪龙技高一筹 霍无军直接被雷电击中 全身都陷入麻痹状态 直直地就从空中掉了下来 眼看邪龙又要吐龙溪 甘乐卧急忙挡在霍无军身前 龙溪直接命中他上半身 带到龙溪散去 他的血条奇迹般的差不多还剩一半 看来Buff没有白叠加 下一秒 他的血条再次灌满 甘乐卧那个气啊 喂 有完没完 霍无军凹了的造型 表示我懂你 就这样 在洞穴内 霍无军和甘乐卧不停地和邪龙进行战斗 功夫不负有心愿 邪龙的血条终于被他们挪到了一半 霍无军说只要坚持下去 他们应该可以击败邪龙 可下一秒 血条降到一半的邪龙触发了被动技能 3S级技能回溯 每分钟回血十万点 霍无军都麻了 这是什么变态技能 就算他不停地输出也没他回血快 邪龙呵呵一笑 就凭你们这些弱者 竟妄想是神 话音刚落就发出一阵龙音 咆哮声瞬间让他们痛苦不已 甘乐卧由于Buff解除 防御力更是急速下降 很快两人就摔倒在地上 接着两人都触发了冰死状态 能抵挡一次致命伤害 且每日只能使用一次 此时两人的补给药已经全部用完 邪龙再次开始蓄力 看样子要给他们最后一击 霍无军呼吸沉重的说他们输了 甘乐卧却不赞同 还咧嘴笑了起来 不 还没输 十分钟内只能活一个 我死了 你就可以完成挑战 你依然可以拿到王者称号 说着拍了拍霍无军的肩膀 霍无军问他什么什么意思 此时黑龙已经准备攻击 也是最后的考验 只见甘乐卧一把抓起霍无军 看架势是要把他扔出去 果然 下一秒霍无军就变成了人形大炮 活下去吧 魔族的未来 霍无军只来得及喊出一个不字 你这家伙虽然是个魔物 却没有那么讨人厌 甘乐卧 接着甘乐卧就被白光吞没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看似豪华科技的大门 其背后竟是惨无人道的缅北黑工地 就在刚刚 甘乐卧做好牺牲的准备被龙溪吞没 霍无军只能在外面静静地看着 他到现在都还有些毛 甘乐卧怎么能做出那种选择 却不知里面的黑龙开怀大笑 恭喜啊 终于有人通过了先祖的考验 曾经的祖先为了保护魔族的子民 牺牲了自己 他将自己最宝贵的技能放入了魔库 等待着他认可的强者到来 然而百年来 每一个通关的魔族 都在最后一关自相残杀 这样的的人 即使通关也不具备获得称号的资格 唯有你们二人 互相扶持 选择一起面对困难 这种不畏惧生死的魔族信念 才是王者所必备的品质 霍无军此时的血条已经回满 也获得了魔王认定者的称号 获得经验二百万 等级提升四级 进阶为一加恶魔 所有属性加成翻百分之七百倍 获得S级主动技能 魔王龙溪 甘乐卧文言都麻了 他获得了五百万经验 等级直接升了十级 一加级恶魔 所有属性翻七倍 一百二自由分配属性点 获得三S级被动技能回溯 每分钟回血十万点 恭喜甘乐卧通过考验 获得隐藏称号 魔族王者 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外面已经炸开了波 主要是这战绩太惊人了 一个下午就通关了先祖魔窟 那可是百年来 从未有过生还的死地 这么说来 曾经的预言可能要真的实现了 这一世 魔族将遇到一统的绝世王者 柳冰一文言一经 上一个绝世王者就是他先祖柳云 竟然还有这么一个预言 全世界所有恶魔中 数百年才会诞生一个真正的王者 他身上会散发出 所有恶魔不同的王者气息 在经历一番社会毒打后 终将蜕变成万人敬仰的存在 是理所当然 自己以前还是小瞧他了 突然 魏明开口了 抱歉了 成为王者的不是吴君公子 是甘将军 此时魏明的表情多少有些欠揍 几人文言再次被震惊 什么 甘乐卧室王者 可与他们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的王者此时一脸生无可恋 他只希望能把自己醉死 就像一个坐卧底 一不小心把自己混成大哥了 这还怎么玩 老板娘只觉得他太能喝了 甘乐卧室越越想越憋屈 自己笼共也就一万的血底 每分钟回血十万 这还怎么死 上位装配 甘乐卧不由悲从中来 现在彻底回不去了 我的娜娜 她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 突然 她发现有个小屁孩 鬼鬼祟祟地跟了她一路 转头看去时 小屁孩又躲了回去 甘乐卧没有管她继续游荡 没走多远 小屁孩又把脑袋叹了出来 甘乐卧则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你跟踪我 这把小屁孩吓得够强 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 但脸上还是一点倔强 你一点都不吓人 我才不怕呢 甘乐卧也是无语 问她跟着自己做什么 小孩结结巴巴说 想甘乐卧陪她走一趟百灵魔窟 只要她答应 自己可以做牛做马 甘乐卧接过纸张一看 路人也趁机把头伸了过来 好家伙 这一幕杂有莫名的熟悉感 不就是骗子小广告吗 这小屁孩也相信 可这百灵魔窟又是什么地方了 小屁孩说她收到信就去了 但对方说她未成年不让进 而且她刚好看见甘乐卧从另一个魔窟出来 是她的话一定可以带她进去 路人说这一看就是诈骗广告 谁会信 甘乐卧则灵机一动 尊都甲都 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 路人不可置信 这你也信 甘乐卧也有自己的想法 他可是听说恶魔族有一个愿之权 什么愿望都能实现 说不定就在眼前 小屁孩说这可是他花了五万云币才获得的机会 甘乐卧觉得这钱老值了 路人彻底破防 这更加确定是诈骗了 路人没想到小孩子的钱这么好骗 那他以后还捡毛的垃圾啊 要知道一个瓶罐才一毛钱 小屁孩说他妈妈心脏衰竭只有一个月时间了 他是将所有打工的钱都给了百灵俱乐部才换来的愿望的 他必须找到合适的模型 他妈妈才能活下去 路人觉得他的遭遇让人同情 但只有傻子才会愿意和他去 可下一秒他就被啪啪打脸 甘乐卧说愿意陪他一起去 条件就是分他一个愿望 甘乐卧觉得自己就是个大聪明 直接许愿变成人类不就得了 小屁孩说可以分他两个 路人觉得他俩没救了 看戏分两人还挺合拍 根据这些信息综合 路人立马就想到了一个地方 最近比较活跃的黑工诈骗集团 两人很快来到一处科技满满的豪华门前 毕竟还需要扫描 甘乐卧一脸期待 愿知全 我来了 说钢铁侠是漫威战力的天花板级别 但在男人面前只是一拳的事 甘乐卧刚进去 就立马被锁定 一个黑影说又有鱼儿上钩了 关门收网 说话的近视的胖子 让他们下手记得有分寸 别弄死弄残后没法干活 听到关门声 甘乐卧两人也是一惊 接着 滋滋的声音在他们背后响起 只见一个男人轮圈席向甘乐卧 小屁还直呼小心 甘乐卧只是扭头瞥了一眼 这家伙没吃饭吗 这也太弱了 才打掉他五的血量 与此同时 他触发了被动技能回溯 血量瞬间恢复 你好啊 这里是百灵魔窟没错吧 男人是个地级恶魔 觉得甘乐卧挺能装的 接了他的全力一击 还能这么淡然的说话 接着又出现好几个人 甘乐卧说他们是来实现愿望 但看他们的样子 甘乐卧觉得是不是他们来错地方了 黄毛文言都差点笑抽筋 都这个时候了还在痴心妄想 社会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贪心不足的蠢货 才被我们骗 也不动动你们的猪脑子 这世上哪有什么能实现愿望的好事 甘乐卧此时久经也上来 胡扯 赶紧将魔族的怨之权交出来 几人文言更是捧腹大笑 怨之权那种骗骗小孩的童话你也行 喂喂喂 你真的相信光吗 我们可是云之国最大的人体黑产组织 靠诈骗把你们这些蠢货骗到百灵魔窟 乖乖听话的话 就可以留在百灵魔窟给我们干一辈子矿工 不听话的就嘎了你们妖子拿去卖 反正你们这些底层贱民就算消失也没人在意 他觉得甘乐卧身材不咋地 但做点军工装配还是可以的 乖乖做个听话的狗 认清现在的局 他话还没说完就瞬间变成了人形大炮 黄毛两人都惊呆了 我是谁 我在哪 刚刚发生了什么 而男人则扎在天花板上没了动静 甘乐卧那个气啊 都多少次了 自重生以来 一次次的经历这种幻想破灭 黄毛觉得来了刺头 让同伴们上甲 非要给这个赶还手的家伙一点颜色瞧瞧 接下来就是穿装备的时刻 简直就是钢铁侠在时 科技感拉满 很快他们就变成三位钢铁侠 还别说贼帅 其中一个开始叙利 觉得要让甘乐卧看看世间的险恶 也正好拿他试试最新的毕加战甲的威力 一举弄他 几人就开始围殴甘乐卧 殊不知他们撞上了甘乐卧的枪口 每次他离成功就差那么一点点 刚好今天整了两斤白酒 情绪也上来了 这帮孙子还真是孝顺 敬给他整活 甘乐卧真的好郁闷好憋屈 还好兴奋 只见他一拳挥出 空气都被他打爆 巨大的冲击都将地面离起滚滚烟沉 几人就像进了澡堂一样 全身的战甲直接化为击粉 人重生后的第二件事 就是让胖子将自己一拳抱头 可事后他跟没事人一样 就在刚刚 甘乐卧一拳就将三个钢铁侠包了个金光 几人立马跪地求饶 面前这位大哥也太强了 反观甘乐卧则是一脸委屈 他苦啊憋屈啊 其中一个更是打起了感情牌 说他们也是被骗来的 这个组织太强大了 他们根本逃不出去 只能留下来无奈地替他们办事 此时甘乐卧的酒已经醒了几分 面前这家伙在说什么屁话 等等 势力强大 黄毛觉得有救了 立马补充道 说出来怕吓死你 我们背后可是有着掌管 云国最高官职的那位大人称妖 而且等将军来了你必死无疑 云国最大的三个重臣吗 搞半天是那几个祸 不知道是哪一个老的 诈骗竟然骗到他头上 就在这时 一扇铁门缓缓打开 黄毛像是看见了救星 顿时嚣张起来 哈哈 将军来了 你就等着去死吧 甘乐卧扭头一撇 还不等他开口 对方声音便传了过来 喂 就是你在这搞事吗 来人竟是他进门时监控的胖子 老胖子的长相 甘乐卧就知道 这个诈骗集团背后的大人是谁了 竟是枪斗曹这个老东西 从来的黄毛文言一惊 你 你怎么知道我们背后的老大的 还竟敢这样辱骂他 胖子还觉得是哪些不长眼的手下 说漏了嘴 殊不知是他的长相出卖了他 他正是枪斗曹的弟弟枪斗胖 黄毛觉得自己大获领头 急忙结结巴巴的求饶 可下一秒 他的脑袋就像西瓜一样炸开 小屁还被这一幕吓得够强 这也太凶残了 枪斗胖觉得他们就是一群废物 留着也没什么用 连一个无名小卒都打不过 跟着一起来的黄毛也想不起来甘乐卧是谁 实在衍生的很 胖子俯视着甘乐卧 你知道的太多了 只能将你留在这里当养料 甘乐卧觉得这个胖子还有点实力 那就给他一个杀死自己的机会 那你就让我死死看吧 你只有十分钟时间 如果杀不死我 那你就得死 此时甘乐卧的表情多少有些诡异 几人文言都震惊了 竟然有人提出这种奇葩的要求 胖子都被他整不会了 不是他这什么意思 十分钟 这是看不起他 胖子觉得受了奇耻大忍 他要一秒钟让甘乐卧的脑袋担架 黄毛一眼就认出这是他们将军的超强一击 看这气势 是没有给甘乐卧留活路 胖子致命的一击 血脂打掉了甘乐卧五百的血量 还真是雷声大鱼点小 甘乐卧瞬间就将血条回满 胖子也是一惊 这怎么可能 在甘乐卧看来 这个胖子也就比其他人厉害那么一丢丢 说白了还是一个废物 喂 胖子 你是不是没吃饭 用你的超弊杀技试试 胖子文言感觉再次被侮辱了 这小子还有点实力 眼看十分钟就要到了 甘乐卧开始发飙 快点 你这死胖子到底行不行 胖子也被击倒了 这家伙竟还敢小瞧自己 一定要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活 还有别人送上门来让自己打这种好事 男人重生第二天 进入闯入魔戒缅北黑工厂 一心求死的 他让胖子在十分钟内打死自己 他表示绝不还手 胖子疼的一下冲向甘乐卧 直接一个暴击五连边 对着甘乐卧就是一顿爆锤 接着又是超连击八连边 他就不信弄不死甘乐卧 此时黄毛也才想起来甘乐卧是谁 顿时满头大汗 地面都被胖子打成了碎屎 胖子更是累成了狗 不停的哈着气 可下一秒 甘乐卧再次满血复活 喂 胖子你不行啊 别停 胖子已经感觉是第三次受侮辱了 不由眼神一鸣 直接底牌大招伺候 爆炸输出之最强一遍 可能是他祖坟冒清烟了 触发了甘乐卧的被动技能反伤 胖子一口鲜血倾泻而出 直接倒飞八百米 打人还打到自己吐血呢 胖子想不通 对面的小子到底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 黄毛大吼一声 我知道了 他就是那个在宫里对户案大将军找查的变态 可他不是去仙祖魔窟了吗 为什么还活着 而且还出现在了这里 胖子文言也知道是谁了 是这莱莉娅 我听说过你 原来是被柳婆娘包养的小白脸 别以为能够骗过我 靠女人上位的低等恶魔罢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胖子竟是有两颗心脏的大恶魔 不是他自己报处 谁又能知道 他还自称是恶魔族未来的统领 只见他手掌一身 看来也是要变身钢铁侠 而他的战甲明显要比黄毛三人组高级 是A级的云冰战甲 甘乐卧躺在坑里一脸不爽 胖子 不要装杯了 赶紧来 胖子文言深吸一口气 风暴般的能量汇聚向他的右手 这是他的连击新形态 云震荡裂域 砰砰砰的全声响起 接着就是一声炸响 胖子的战甲都碎裂了 再次把他累成了狗 不出意外他就要出意外了 反伤暴击再次出发 而且还是连续出发 第一波打掉他七千血量 第二波带走他一万血量 第三波直接八千四百 胖子的血条一下就见底 触发冰死状态 黄毛看得心胆剧烈 带着哭腔呼喊他们的将军 胖子则到飞出去 重重地砸在地上 他想不通 这是什么意思 打人的快死了 被打的屁事没有 柯南来了也得蒙圈 此时胖子只剩一口气掉了 他将此生所做的坏事 都回忆了一遍 自己这是遭报应了呀 与此同时甘乐卧 则缓缓地站了起来 十分钟已经到了 可自己怎么还没有死 这个胖子果然是个废物 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还是满血 胖子 这就是你的全部了吗 说吧 你想怎么死 是今年唯一一部 被央视点名的漫画 其搞笑程度堪比周星时的电影 不仅剧情新颖 情节紧凑 就连台词也很经典 结合了现在流行词汇的同时 又不让人感到反感 男主不仅是魔族的头号大敌 更是人族的最强者 作为人族绝对的领导者 却在讨伐最终魔王时折戟沉沙 重生后却偏偏变成了一个魔族小兵 甘乐窝没想到胖子也是一个强壮一点的废物 让他打十分钟都没有把自己打死 甘乐窝错了错止骨 这就是你的全部了吗 真是个废物 对对 这是我的全部了 我都给您了 对不起 让您失望了 哥 不 大爷 求您别对我出手 求求您 要多少钱要什么我都给您 甘乐窝抡起沙包大的拳头说道 我要你让我死 胖子文言把一辈子的委屈都哭了出来 哥 您别挽我了 我不配 您到底是什么身份了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又将军大人 黄毛也急忙开口 快救救将军 他是宁亲弟弟啊 来人竟是枪斗槽 这是他自己作死 是死是活 甘将军说了算 轮不到我 甘将军 这里是上一任魔尊亲自制定用来打造武器的兵工厂 是在下管理不善导致的误会 还望甘将军海寒 我立马加强管理 这老灯是睁眼说瞎话都不带脸红的 甘乐窝对此毫不关心 你们想怎么搞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胖子的命我也不感兴趣 只给枪斗槽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 切一帮没用的废物 吹什么最强武器 还怪让人失望的 胖子渐渐回一条小命 立马开始叩头千恩万谢 突然甘乐窝停下了脚步 对了 有个事 胖子你刚刚说我要什么都给我试吧 甘乐窝一下凑到他面前 你是不是还说过 你有两颗魔心 胖子闻言都吓尿了 立马开始否认 我没 我没说过吧 不是您什么意思 说话还怪吓人的理 画面一转 手术室中传出一声惨嚎 哥 救救我呀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放过我 可无论他怎么挣扎 医生都不为所动 让人准备麻醉 还让胖子放心 两颗心脏摘掉一颗是不会死的 甘乐窝和小屁孩就在门口静静手 大哥 要不是你 我妈妈真的没救了 谢谢你 还顺手的事 那地方还是能实现愿望的吗 只是不知道他的愿望 要猴年满月才能实现 他不由又想起了公主 好亮呢 现在的你还好吗 送走甘乐窝后 枪斗草也松了一口气 他没发现能量储存装置吧 放心 魔员还好好地保存着 云国最强大的能量武器 我们必誓死捍卫 绝对不能给其他人发现 人族的军队可就要过来了 画面一转 一处战场出现 休整完毕 所有人做好战前准备 小峰 这场战斗原本应该是你来统领的 但现在却只有身体在这里 我想你了呢 在那里过得还好吗 用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见面了 躺着的男人竟是甘乐窝的前身杀疗风 此时三个男人围殴向他 甘乐窝丝毫没有躲闪 刀剑与他的肩膀发出金属的碰撞声 这让他那个气啊 没吃饭吗 对着我的头砍了 废物 废物 全都是废物 就没人能杀了我吗 甘乐窝是真心的想死 突然 他的眼睛猛然睁开 原来竟是一场梦 他有些遗憾 不是做梦该多好 此时柳兵仪的侍女就在他床边 甘将军 殿下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请您去大厅商议 甘乐窝闻言有些猛逼 军事会议 硬钢了硬钢了 甘乐窝在军事会议上对着霍案开跑 霍案主张守城等待救援 甘乐窝则觉得应该主动出击 一番论调更是说的人们心潮澎湃 会议室内 甘乐窝已经坐在了二把手的位置 他的对面就是霍案 柳兵仪说根据探子回报 人族的领导层发生了大变动 他们似乎准备提前对我们发起进攻 而且人族派出了超过一万的战士军团 所以这次才召集大家来商讨对策 对于这次会议 柳兵仪很是重视 会议室门口都有士兵把守 而上次如此大规模战争还是十年前 市集全国之力才勉强挡住了人族的进攻 或按说 最后还是他和魔尊一起玩偷袭斩首行动 才得以保住云国 然而当时人族才仅仅派兵五千 可如今魔族的军事力量还在原地他们 敌军却派出了两倍的兵力 他的建议就是死守消耗 等待战机 无军 以及克领一队先前部队到联盟求援 或无军立刻领命 柳兵仪看向甘勒沃 甘将军有何高见 甘勒沃文言脑子开始飞速运转起来 一万战士吗 一分钟内同时一千个人砍他话 平均每人一分钟砍掉他一百的血 这样总伤害就能超过他的回血量 只要自己主动挑衅他们让他们砍 这样不就可以死了 甘勒沃越想越觉得此技可行 天赐良机啊 他的脸都笑变了心 接着他就猛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站 必须站 不但要站 还要出城狠狠的迎击 广文言都咬紧了牙关 这简直就是胡闹 他也忍不住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现在可是云国生死存亡之计 岂能听而等任性妄言 甘恶我也丝毫不虚 十年前 人族五千人就将你们打得奄奄一息 而今人族带了一千人来 你们抵御球员 竟然把希望放在援兵身上 十年后两万人来 你们又把命交给谁 你们连自己的命运都不敢抓住吗 再者 谁说魔族如今的军事力量没有提升 你们难道忘了 我是谁吗 我可是魔族的王者 我就是你们最大的军事变化 这不要脸的自信 让柳冰一秒变迷媚 其他人也被他话典型 是啊 怎么差点把这么重要的是忘了 他可是被先祖认可的王者 也是第一次出现 还有那个魔族的预言 魔族的王者 将一同整个魔族 带领魔族走向光明 或按键势头不对 立马站起来反对 你这是要将无族千万军事置于死地吗 而等从未上过战场 岂知战场的残酷 甘乐卧也立马反唇相击 你以为胜利是靠白捡来的吗 你以为偷袭一次 别人还会给你同样的机会吗 一个二连问让霍案顿时哑口无言 但这还没完 你以为在这说丧气话就能赢吗 你当了这么多年兵 还不知道战场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那就是必胜的气势 兵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窝 我甘乐卧在此立下军令撞 这场如果战败 就把我当场斩首是主 三大高官文言表情不一 霍无君则是满脸欣赏 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 这家伙总是让人那么振奋 经常人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提刀冲上去将他大卸八块 可万万没想到 男人转身就走 只因男人看穿了甘乐卧的意图 甘乐卧就那么静静地站在他们面前 在气势上丝毫不输对方 还真有一副当官万夫莫开的气势 人族统领还是有些猛逼 这个魔族是怎么回事 竟然一个人就下来了 男人叫陆任家 是个蓝色和戏法师 他见城墙上的魔族一个未懂 觉得有诈 没错呀 他刚刚让我们不要动 他要单挑人族大军 霍安觉得甘乐卧就是个彻头彻吻的疯子 他到底有什么打算 竟然下令让魔族士兵一个都不要出动 对面可是足足有一万人族大军 甘乐卧整理了一下衣领 听说人族军队很强 可你们怎么这么怂 都不敢攻过来 话音刚落就开始脱起上衣 但人族大军依旧没有动作 甘乐卧见状不干了 不是吧 你们这群废物 就我一个人你们也不敢上 此时战场气氛着实诡异 甘乐卧一人就将对方压得不敢动 对面的人族同龄可是他的老朋友兼曾经的部下 没想到这次带人攻城的竟是他 他只希望陆任家不要让他失望 而且他记得陆任家有个致命弱点 那就是死要面子 只要稍微挑拨一下 接着甘乐卧就开始搔手弄子起来 喂 小爬菜们 快来给我挠痒痒 陆任家见状如遭雷击 接着就面目争鸣起来 你他压的 竟敢对着我们撅屁股 接着就拔出了刀 上 弄他 一时间枪炮齐鸣 这正是甘乐卧要的 没错 你们一起上马 把伤害拉满 甘乐卧则不闪不闭 陆任家也准备出招 在这密集的攻击下 甘乐卧依旧纹丝未动 要说这陆任家也算废物 一刀才嘎掉甘乐卧150的血 其他士兵更是不堪 才堪堪嘎掉20的血 可这攻击的速度还跟不上他恢复的速度 虽然他没给体力加点 但等级的提升也让他的防御增加不少 而他们提供的伤害还远远不够 起码要达到每秒1600家才行 喂 你们TM没吃饭吗 给我用全力 人族士兵大惊 他们的攻击竟然没有任何效果 他的伤口已经愈合了 陆任家更是破防 满嘴薄翠输出 这恢复能力也太变态了 随即下令第二部队一起上 两支部队再次全力输出 突然 一台机器泛起红光 竟是镭射武器 瞬间就将甘乐卧锁定 随着冲能完毕 一道金光暴射而出 甘乐卧被打了个正的 可他并没有死亡的恐惧 而是在得偿所愿的大小 还挑衅他们 让他们继续 男人有个特殊癖好 每次大战前都要先脱的只剩一条裤衩 不是因为他猥琐变态 而是这样可以让对方更容易杀死自己 或按在城墙上看着被炮轰的甘乐卧 他也大为吃惊 这家伙怎么回事 恢复能力这么变态 不会吧 难道他一直都是认真的 从最初说要战斗开始 他就准备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人族军队 甘乐卧被砍得很是兴奋 对 你们的攻击总算有点样子 人族军队越打越惊 都在猜测会如何出手 他该不会有什么阴谋诡计吧 看着血条掉了 甘乐卧都笑出了诛声 对对对 继续 就在这时 被动技能触发 一个倒霉鬼直接掉了八千血 一口鲜血喷出道砸在地上 其余人一脸猛逼 怎么回事 刚刚发生了什么 男人还剩最后一口气 这家伙不是普通恶魔 他反弹的伤害简直爆炸 人们惊呼出声 阿炳 阿炳死了 路任家觉得甘乐卧有问题 而且有大问题 他急忙下令所有士兵停止攻击 他记得新将军说过 云国曾经诞生过一个三雷斯级的魔族王者 拥有堪称Bug级的恢复能力 当年只靠一己之力 就覆灭了人族好几个国家 更是夺走了三大魔窟 让恶魔族拥有了和人类抗衡的力量 可是那个魔族王者不是早就死了吗 但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历 甘乐卧见状顿时不乐意了 喂 你们怎么停了 你们一万大军 连我一个人都杀不掉吗 人族大军闻言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你们快看 他身上的伤又都愈合了 这家伙相当不对劲 路任家也觉得甘乐卧不简单 让手下保持冷静 先不要进攻 最主要的是 他们的任务是将最强的恶魔军队吸引过来 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 他们也该撤退了 这样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 甘乐卧彻底傻眼 魔族大军也是一脸猛逼 什么鬼情况 他们竟然想撤退 女子不乐意了 各位禁卫军战士 跟我冲 不要让这些人族跑了 几人骑着战宠率先追了出去 后面的骑行大军迅速跟上 霍吴军也下令全军出击 收到命令的士兵各个战役高昂 甘乐卧也是一惊 这些家伙怎么一个个又进入了高昂状态 但我领土者虽远必诛 这是一句多么让人热血沸腾的话 有了甘乐卧一人敌万的榜样 魔族大军彻底被唤醒 纷纷变身龙骑士杀象逃跑的人族大军 路任家也吓着了 怎么回事 这些家伙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攻下来了 自己刚刚把大招都放了 CD还没结束呢 魔族大军喊出了一句豪言状语 犯我领土者 虽远必诛 霍案也被甘乐卧深深蛰伏 觉得自己确实是老了 如今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甘乐卧确实有勇有谋 王者称号实至名归 接着他也进入了高昂状态 下令所有士兵在此听候干了卧的指挥 今天他定要让这些蝼蚁有来无回 爆炸性的力量充斥着他的全身 将士们文言立马领命 就在他们要加入战场时 一道急切的声音传来 报 不好了 不按文言心里咯噔一下 人族军队使诈 使用声东击西的计策 眼前这工程的军队 只是吊虎离山的障眼法 另一边 有一支人族强大的军队 从西门直接杀进了云国 西门的将士一个不留 全部惨死 现在云国境内的人民正在遭到残暴的屠杀 甚至连妇女和孩子都不放我 此时的人族大军比恶魔更像恶魔 而他们才是人族此次进攻的主力 他们一路杀到了皇宫 直指摩尊 不按文言气到全身发抖 画面一准 胖子已经领了盒饭 可怜的孩子 刚失去一颗心脏 现在连命都丢了 一个高大的人族将领 扛着剑走向皇宫 他身边全是倒下的魔族 眼看就要走到柳兵仪他们身边 柳兵仪此时也是浑身挂彩 他觉得眼前的人族将领太强了 根本就无法战胜 为名此时也是气喘吁吁 魔尊 我们得想办法撤离才行 怎料人族将领竟直接坐下 你们的国防力量已经被全部破坏 马上就进入游戏时间 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期待 与此同时 一个巨大的火球砸向他们 伴随着一声巨响 人族将领扭头一瞥 他们的一个同伴已经奄奄一息 急忙展开治疗 再晚一步的话 有可能就阴阳两个了 霍岸此时杀气疼疼 直接将柳兵仪两人护在身后 而等卑鄙无耻 人族将领呵呵一笑 终于来了个有点搞头的魔族了 他开始有些燃了 你来得正好 我的刀可是已经饥渴难耐了 霍岸眼神一鸣 这家伙是个高手 紫色的光芒看起来就深不可测 看来得速战速决 随即他身上就爆发出强大的能量 接着他就变成了魔龙形态 实力大幅度的飙升 力量加130% 速度加150% 体力增幅更是惊人 达到百分之五百 持续时间十分钟 人族将领在他面前就像蚂蚁一样渺小 等经纪律严明的精英军队 如今却在敌方城池烧杀抢掠 更有对八岁小女孩行畜生之事的行为 这让甘乐窝怒不可遏 要知道人族军队是明令禁止这些的 他想不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就在刚刚 两军已经碰撞在一起 两把武器瞬间碰撞在一起 此时战场上都杀疯了 到处都是金铁交集声 惨叫声 甘乐窝给气得肝疼 好的很 都往我是吧 你们就是这样考验我 自从甘乐窝重生到这句破身体后 就像开挂了一样 从一个小兵到云国最牛的大将军 从一个战武渣到现在怎么杀都杀不死 甘乐窝都气笑了 随即就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他质问老天到底要怎么样 难道真要他当上魔王才善罢甘休吗 突然天空开始回应他 一道巨大的雷龙从天而降 他一定要劈死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多少人都梦寐以求长生不死 可他居然还嫌弃上了 但雷龙并没有劈到他 而是劈在他前方的战场上 甘乐窝麻了 你是认真的吗 能不能劈准点 带到雷龙散去 战场上交战的两军都已经倒在了地上 甘乐窝有些猛 怎么回事 人族不是在城外和魔族交战吗 他们又是什么时候恭敬城来的 突然 一个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 求求你 放过我女儿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士兵吟笑一声 不放过你女儿 你也得什么都给我呀 我先进去享用了 女孩的父亲撕心裂肺的喊着 放开他 可惜他被压制的死死的 什么都做不了 随后一把剑就插在他手掌上 成者王 败者 他话未说完就被一只拳头打断 士兵瞬间倒飞八百米 甘乐窝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他 他觉得此事透着诡异 即便战争如何残酷 即便城王败寇 但人类军队是严令禁止这样做的 两个士兵看着他 嘴里发出冷笑 又来了一个送死的恶魔 此时女孩的双手已经被从背后绑了起来 两个士兵冲向甘乐窝 这个打扰他们好 是恶魔族必须死 眼看戴帽的士兵已经在进前 甘乐窝眼神一鸣 直接挥出一拳 两名士兵即刻进入兵死状态 这还是他手下留情 倒地的士兵不断的喷血 甘乐窝一把捏住他的脖子 士兵都想骂人 一拳 只是普通的一拳 就把他俩的血条打空了 这个光着膀子的恶魔绝对开挂 甘乐窝杀气腾腾地俯视着他 说 你们是哪个军团几号编队的 士兵文言急忙回答 我们都是第二十一军团五百一十一编队 一个士兵口吐薄萃 为何一个恶魔会问他们军团编号 甘乐窝文言如遭雷击 二十一 五百一十一 那不就是他统领的军队吗 随即他就松开了男人的脖子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 眼看甘乐窝走神 两人急忙开溜 甘乐窝还是想不通 不对劲 总觉得不对劲 破案了破案了 甘乐窝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亲手关押的问题不下 如今不但在战场上实施烧杀营掠四光政策 还成了此次征讨云国的富帅 从看到城里的惨状开始 甘乐窝就觉得很不对劲 突然 他好似想到什么 这个地方为何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这建筑 这风格 这相似的一幕 他记得自己好像来过这 甘乐窝内心一惊 他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当时的战场也很惨烈 人族的热武器不断轰击着魔物的城市 将他拉回了现实 妇女俩只能抱头痛苦 男人不断的安慰着女儿 此时空中一道雷电劈响 雨点拍打在甘乐窝身上 甘乐窝仰头看着天空 突然看到霍岸变身的魔龙 他彻底想起来了 六年前 他曾带兵攻打过一个叫云国的地方 当时他最后击败的就是霍岸 仅仅一招 霍岸就败了 就因为赢得太过轻松 他都把这事给忘了 所以他重生到了六年前的云国 现在是六年前 人族领兵的却不是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己现在的身体又在哪里 画面一转 一处唯美的湖面上 公主和沙风聊就静静的处着 小风 种族间的仇恨又要加深了呀 只有你跟其他的所有人不一样 你的战争是为了守护 而他们是宣泄 掠夺 暴灭 战争是很残酷 很可怕的 甘乐窝阴沉着脸 以前那只511是信念坚定 纪律严明的军队 当时他战胜魔龙后 便下令放了所有魔族 与此时形成鲜明的对比 小孩手里拿着匕首 孩子妈妈却在不停地催促孩子快走 不要管自己 哪怕他自己接下来的命运很悲惨 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活得好好的 男人嫌他太吵 直接释放出电流将他麻痹 女人果然一下就老实了 而这个恶魔般的男人 竟是甘乐窝的老母下 此前因为犯了军规 被沙风聊亲自送到监狱关了起来 此时 这家伙不但出来了 还老毛病犯了 呵呵 恶魔人妻 还风韵犹存吗 甘乐窝瞳孔逐渐放大 这些家伙真的不可原谅 是一把人人嫌弃的厄运神器 但凡得到他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哪怕是人族最强者也不例外 但这却挡不住人们得到他的隐形 如今却又出现在一个人族将领身上 不但替他挡住了致命一击 还斩断了魔族大将军的手臂 而持有他的人都会陷入疯狂状态 霍吴军都惊呆了 他没想到父亲为了他可以连命都不要 而霍案也说出来了 他一辈子都没说出口的话 吴军已是为父最大的骄傲 而比未来也注定会成为最伟大的魔将 要知道当年霍吴军出生时 门口可是围了一堆人 霍案更是高兴得像一个孩子 属下们也是第一次见到霍案如此开心 抱着霍吴军的霍案画风秒变 作为一个父亲 他只希望小吴军能平平安安长大 看着凄惨的妻子 他发誓必将用生命守护他们 画面回到战场 男人的攻击一闪而过 霍案就受了伤 但他的气势更胜了 他势必不会让这帮砸碎摧毁云国 男人没想到他还挺扛揍的 不过是个普通的一家恶魔而已 但他觉得玩够了 是时候给他致命一击了 男人猛踏地面 瞬间弹射出去 双方都气势如虹 树道剑光滑过 男人一个漂亮的落地 霍案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随即变回人形 霍案也瞬间明白过来 男人的实力比他高得多 他从一开始就在戏耍自己 男人眼里寒光一闪 看来你还是没有让我满意啊 话音刚落 他就举起了手中的长剑 死吧 突然一声惊铁碰撞声响起 男人也是一脸问候 霍案的魔族也是震惊不已 来人竟是霍无君 霍案则大喊让他快逃 你个蠢才 你根本不是他对手 从小到大你都是如此鲁莽 霍无君文言顿时不乐意了 我在你眼里就是如此不堪吗 你竟然这么评价我 霍案顿时语色 他是想保护他呀 而霍无君打小最崇拜的人就是霍案 每提到父亲他都异常兴奋 那可是带兵打仗的大将军 简直不要太帅 霍无君从小就是个学霸 今天他又拿到了第一名 第一时间就冲到了霍案的书房 他只希望父亲能夸自己一句 可霍案只是淡淡的说知道了 霍无君却无比失落 明明考了第一啊 青年的霍无君这次拿到了军队考核第一 本以为父亲这次肯定会夸自己了 哪知还是一样的答案 霍无君觉得肯定是自己哪里做的还不够好 很快霍无君升中将了 再进一步就是父亲的位置 从大臣的拍马中得知 他可是魔族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将 本以为这次稳了 父亲肯定会夸赞自己几句 哪知还是同样的答案 想到这些霍无君爆发了 我无论如何都得不到您的认可了 男人则在一旁吃起了瓜 霍案没有回答 反而让他快速离开这里 对方太强大了 此时的霍无君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敢践踏云国就该死 话音刚落就冲了出去 霍案见状大惊 想要阻拦已经来不及 臭小子 你压根就不知道那个人类有多厉害 见霍无君冲来 几人立马摆出迎战的姿态 霍无君眼里寒光一闪 在极致的速度下 男人旁边的两人一下就被霍无君解决掉 男人大惊 他身上的战甲也被切得粉碎 同样震惊的还有霍案和卫女 竟然一招就解决了人族的两个副手 此时战场一片寂静 男人瞬间认识到霍无君和一般的魔族不一样 接着霍无君就借着灵力翅膀悬浮在空中 魔王之技能发动 男人急忙拔剑硬斧 怕晚一秒自己就隔屁 天地灵气快速的汇聚向霍无君 霍案像是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一样 何时开始 无君已经彻底超过了自己 S级的魔王龙系准备完毕 此时的霍无君完全压制住了人族 霍案也才回忆起 霍无君拿第一后来找自己的场景 等霍无君转身出去后 霍案的牙都快笑到了后脑勺 不愧是我的儿子 优秀基因一个都没少 哪知霍无君又突然折返回来 表示回来拿考卷 霍案这个老六也是立马变脸 语众心长的道 无君啊 为父给你起名无君 就是想你平平淡淡的过完一生 可你为什么要对军事这么感兴趣呢 霍将军 无君公子拿到了军队考核的第一名 你看 我就早知道这小子一定能行 可是这一切跟我的规划相差太远 属下也是一脸猛逼 这老灯每次提到无君在军队的变化情绪都变得难以琢磨 霍案有苦只能到王七的坟前诉说 无君怎么也喜欢上当兵这条最危险的路了 但他真是个天才 却忘了陪你们 但你怎么就走得如此走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样对待无君 他应该无忧无虑的生活一辈子才是 此时霍无君已经发动了龙之吐息 男人顿时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扑面而来 一道能量光柱喷射而出 男人被正面击中 霍无君悬浮在空中静静的看着 这就是践踏云国的下场 突然 霍案眼睛瞪得老大 他爹只想他低调平凡的过一生 可他却次次拿第一 更只成为魔族史上最年轻的中将 父亲却一次都没有夸奖过他 还每次都给他甩脸色 但在他遇到生命危险时 父亲毫不犹豫地挡在他身前 带到霍无君的攻击散去 一把缠绕着金色能量的大刀出现在众人面前 男人则完好无损地躲在刀后 他嘴里嬉戏一笑 这才对吗 终于来了一个有点挑战性的恶魔 此时的他兴奋无比 那就拿你出来亮个相了 接着他就摆出攻击的架势 显然是想和霍无君好好玩了 霍案则是脸色大变 那么优秀的儿子丧母 急忙阻止 这把刀 他话还没说完 男人就已经挥舞了一下 霍无君眼睛瞪得老大 只见他身后的大楼直接被削成了两半 像切豆腐块一样 身后则传来垮他生 霍无君真的被震撼到了 柳冰仪和魏明也是惊呼出声 刚才那一击太恐怖了 快去看看 此时霍无君还在呆愣中 因为他看见父亲就挡在自己面前 无君 为父错了 一直以来 为父都忘了告诉你 你是为父最大的骄傲 霍无君文言直接泪流满面 因为此时霍暗已经失去了一条手臂 他没想到父亲为他做到了这个地步 与霍无君形成鲜明对比 霍暗却笑得很开心 你真的是最最优秀的战士 未来也定会成为这个世上最优秀的魔将 所以你必须活下去 突然 一个防护罩将霍无君保护了起来 霍暗认出男人手上拿的武器是来自罪之深渊 必定讨伐过三人以上的魔王 即便是整个云国加起来也没有胜算 给霍无君的保护是他数十年来留下的后手 堪称绝对防御 霍无君哭得更凶了 这个技能叫和猎生之强 强后的所有物体防御加一万 代价就是要用生命发动 接着霍暗的脸皮开始裂开 他做到了 从无君出生开始 他就发誓要用一生去守护他守护云国 就在这时 魏明从他背后冲向他 将霍无君和柳斌仪抱在怀里 让他们快走 不要让霍暗白白牺牲 男人呵呵一笑 主书的鸭子怎么可能让他飞了 开什么玩笑 你们到现在的表现还没让我满足呢 我还没看到你们绝望的表情 突然一道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将军 不忙动手 可不能就这么让他们便宜死吗 男人扭头一看 竟是枪斗曹 这群傻帽一直守护的不过是这个魔员 我把他带来给您了 请您让我加入人族军队 我族女王怎么也没有想到 最先叛国投敌的 竟是号称万年来最忠诚的枪是一族 更是将一国重器双手献给敌人 就在人族将领要痛下杀手时 枪斗曹说愿意奉上魔族的至尊大杀气魔员 但人族将领也不是傻子 他凭什么相信他 说着将刀架在枪斗曹的脖子上 枪斗曹自信一笑 我们枪施一族是云国世世代代魔员的守护者 从第一任魔王柳云统一整个魔族大陆之处 我的祖先就是他身边最信任的开国元帅 而每一任魔王身边都有三位魔将 一个擅长法术和治国 一个擅长军事和战斗 唯有我枪施一族 不用强大的法术或战斗力 就能稳坐一个魔将之位 靠的就是这个魔员 这足以显示我的诚信了吧 因为当年柳云留下的魔员 存储了我们开国元帅枪龙的血 唯有我们枪施一族才能开启魔员 或将魔员赐予他人 男人文言也来了兴趣 魔员他听说过 他是集齐了整个魔族气韵及精神力的巨大能量体 每一个魔员都需要一个上古魔王的魔精 加上数代人的淬炼 一颗顶级魔员的诞生至少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如此强大的东西 你就这么甭手送给我 你特么以为我是傻子吗 看着杀气腾腾的男人 枪斗槽有些心虚 还怕他一言不合就把自己砍了 他颤抖着身体 对对不起 由于太过害怕了 魔员都掉落在地上 接着就大哭起来 我只是想活命 我太弱了 既没有强大的魔力 也没有强大的身体素质 甚至像我这样弱小的身体 光驱动这个魔员都会搭上性命 柳冰一见状彻底绝望 枪叔 你疯了吗 那个人 那个人刚才杀死了那么多我们的族人 你怎么可以背叛族群 向人类摇围起怜 他可是亲手砍下了你亲弟弟头颅的仇人 你心里就没有一点骨气吗 男人文言若有所思 他就觉得枪斗槽有些面数 用脚踩在胖子的头上 这个胖子是你弟弟吗 接着像踢皮球一样把他踢了出去 直到胖子的头颅滚到枪斗槽面前 他表情变得诡异起来 活该 他就是活该 谁让他去招惹比他强大的人 明明知道我们不是人类的对手 就不应该发起这场战争 毕竟 实时误者为俊杰 难道不是吗 只有傻子才会去反抗 男人文言哈哈哈哈大笑 尿都差点笑漏了 把这样的东西交给你这样的人 才是明智之举 男人呵呵一笑 将魔缘抓在手中 既然如此 那我就笑纳了 此时枪斗槽的眼瞳布满了血丝 飞机就咬破了手指 诸位 保护好魔尊 转了反转了 原以为枪斗槽是个汉奸 不曾想这只是他想因男人的苦肉计 听到枪斗槽的话 作为几十年的老哥们瞄懂 立马施展花束 绝对防御 柳冰仪和霍无军都猛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不是叛国了吗 随即一个防护罩就将四人罩了 此时枪斗槽的手指已经开始飙写 魔缘启动 男人文言一惊 急忙将手中的魔缘扔掉 接着魔缘的八个面就开始光芒四射 男人瞬间吓尿了 这什么鬼情况 随即他就被耀眼的光芒吞噬 我们枪施一族啊 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毕竟这是只有我能做的事 世世代代受到魔族的恩惠 我们一族无以为报 从远处看 市中心突然出现一个耀眼的白色光球 强烈的能量风暴绕过魏民施展的防护罩 无处宣泄的能量开始朝着四周席卷而去 被击中的士兵瞬间化成粒子 士兵们根本就没有反应的事件 城墙处的魔族也是大惊 到底发生了什么 随即他们看到了一个冲天而起的蘑菇雨 接着空中就是电闪雷鸣 还下起了雨 而在爆炸中心 随着浓烟消散 一个跪着的身躯逐渐浮现 枪斗曹则全身燃起火焰 流着一口气的他全身焦黑 他表示这已经是他的权力了 可即便如此 也只能发挥出魔元1%的力量 霍岸四人由于有魏民的保护也躲过了一截 枪斗曹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他觉得好不甘心 可下一秒 爆炸中心出现一条S级的雷龙 直接用翅膀将男人护得死死 这也是他的S级技能 绝对防御 可在半分钟内阻挡任何伤害 在不知道对手底牌之前 就自己先名牌使用王炸 是我见过最愚蠢的打法 接着他就缓缓走向枪斗曹 枪斗曹拼近最后一丝力量 想要去抓魔元 忽然 一道金色的雷电机在魔元上 下一秒就直接到了男人的手里 准备好承担后果了吗 枪斗曹真的不甘心 他已经尽力了